很多人都知道越南人舍得用料 那么越南人舍得用料是在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视频上方这个电视柜 全部老料红料制作 就连电视柜也采用花纹版火焰纹的 全部火焰纹面板门板侧板连脚牙板 都是采用的火焰纹的板 那么像国内一般的用料是怎么样的呢 比如说这一种 要么就是全部顺纹 还有这一种 要么全部是那种素煎料 颜色特别白 结巴特别多 说到用料好 那肯定有一个对比的基础 越南做的红木家具 花纹版价钱便宜 我们国内做的普通木料 普通版价格高 所以肯定有一定的对比基础 我个人认为同样的价格 买好花纹 跟一般普通的花纹 还是越南的性价比更高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我都会一一为大家解决